高以祥原定上月29日要参加好兄弟毛佳恩的婚礼 不料27日因录制节目时昏迷送医 经抢救后人回天法术 享年35岁 经三日为高以祥的头妻 好友黑人与范范于邦晚时献身灵堂 随后毛佳恩与妻子罗文 以及篮球选手陈信安 杨江戴维斯也进入金宝宣 毛佳恩原定找来自有高以祥担任婚礼伴郎 怎料高以祥却在婚礼前两天惊传在录制中国综艺节目时促使 让毛佳恩一度低潮到打算延后婚礼 甚至取消伴郎伴娘的桥段 最后在婚礼上播出一段长达四分钟的影片悼念高以祥 两人的好交情可见一般 高以祥的灵堂设置于金宝宣 今天为头七 下午一点时高家人纷纷现身会馆 到了傍晚都没见到高家人出没 一直到了晚间五点多时 黑人泛泛夫妻党全黑现身会馆 随后毛佳恩手牵着妻子罗文 后面跟着陈信安以及戴维斯 一行人不发一语 表情宁众快速进入会馆 其中毛佳恩与妻子五天前才刚办完婚礼 今天为好兄弟的头七 不必会仍坚持要到场调念 两人的好交情有目共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